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se Studio的Melody 平時我們跳鋪爹經常都會拉筋 而且還會很想拉到一字馬 但是有很多同學 明明筋已經很鬆 一字馬在地上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沒有辦法可以站起來做到standing split 或者在鋪上倒轉的時候也都開不到 split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幾個 令到我們可以站在那裡 甚至在鋪上都可以做到 split 的運動 如果大家都喜歡Melody Pose Studio的拉筋分享 就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按小鈴鐺 按新片的時候大家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要練一個有力的 split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做踢腿 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左右腳 向前面、去旁邊和向後面的踢腿 站在踢腿的時候就要把兩隻腳打開45度 因為跳舞的時候通常我們都會turn out 雙腳不會對正前面 所以當你turn out來踢腿就可以練到適當的肌肉 兩隻腳夾緊腳跟對著打開45度 然後將腳跟向前推 再將雙腳踢上來 我們向前踢八下 預備 1、2、3、4、5、6、7、8 當踢旁腿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其實雙腳並不是180度打橫 因為我們的膝蓋不可以只向前 膝蓋要轉上天花板 所以從旁邊看的話 大概是斜45度向前 一樣就是我們先拆出去 再踢高 我們又做八下 預備 1、2、3、4、5、6、7、8 做完前面 你就做後面 做後面的時候 兩隻手可以捉住 然後我們會先將雙腳拿向前 再踢向後 當雙腳踢向後的時候 你會留意到我的身體有少少向下 然後我們來踢八下 預備 1、2、3、4、5、6、7、8 做完左手邊 然後我們就做右手邊 然後向前踢八下 預備 1、2、3、4、5、6、7、8 然後向旁邊 1、2、3、4、5、6、7、8 好,然後到後面 我們看著這支鋪 將右腳先拉向前 然後再向後踢 1、2、3、4、5、6、7、8 這幾個動作就是我們基本踢腿的練習 大家多做大腿就會更加大力 然後你做Split的時候 就會覺得容易很多 那一起來的 這個東西 好,下一位 這個音樂 1,1、2、2、4、8、9、5 thirty 我抱哉 dak